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室外不能遮掩 放显给你 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韩宇在这里代表Y哥社团 祝大家中秋快乐 说到中秋节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有吃月饼的习俗 那大家知道这个习俗的来历吗 据说在唐太宗时期 北方突厥进犯大唐帝界 唐太宗派大将离境出兵逃犯 军队于8月15日凯旋归来 长安城内外狂欢庆祝胜利 一名吐蕃商人呢 向唐太宗献上圆饼庆祝团圆 唐太宗将饼分发给大臣 并且指着月亮 说道 应将糊饼腰缠除 自那以后啊 中秋节吃糊饼的习俗 便流传了下来 哎 大家是不是想问 中秋节吃糊饼啊 不是月饼吗 接着听我讲下一个小故事 到了元朝末年呢 由于元的暴政 朱元璋啊 就想联合各路起义军 共同抗元 为了躲避元朝的盘查 便把8月15起义 这样的紫条 放进了糊饼里面 这样啊 联合到了起义军 那后来 汉人就把糊饼 改名成了月饼 主要是因为啊 他们对胡人的恨意 嗯 不说了 巧克力是人们比较喜欢吃的一种食物 它呀 是由可可豆加工而成的 含有多种假饥饭令 人服用以后呢 会有一种心快感 但是 由于人的消化系统比较强 它对人体呀 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但是 那些小猫小狗就不同了 它们服用 小尽量的 含有 假饥饭令类的物质啊 就会呕吐 腹泻 巧克力里呢 还含有大量的可可碱 和少量的咖啡因 如果它们食用过多的巧克力 就会发生 肌肉静软 甚至休克 服用可可碱和咖啡因后 它们的心跳速率 会骤升至平常的两倍以上 甚至还会四处狂奔 最后还有丧命的风险 说起两只老虎啊 大家并不陌生 它那朗朗上口的歌词 简单的旋律 相信 绝大部分的人都能哼唱下来 但是说起它的来历 那可非同一般了 它在最初呢 是十九世纪 在法国教会中流传的一首儿歌 名字叫《雅克兄弟》 歌词大一为 雅克兄弟 雅克兄弟 你在睡吗 你在睡吗 早上众生响了 早上众生响了 叮叮当 叮叮当 这首歌的旋律 原本是宗教圣行之时 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旋律 原歌词已经不可考了 后来文艺复兴之后 成了被人戏虐的法国起床歌 随后呢 它在欧洲各国传播 成了各国御用的起床神曲 一度有好几个名字 在英国叫约翰兄弟 在德国叫马丁兄弟 等等等等 到了十九世纪末 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马勒 把它融进了他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 第大调 第一交响乐 第三乐章 葬礼金星曲 这首交响曲 最终成了马勒最受欢迎的代表作 很快在全世界传播了起来 他在二十世纪初来到了中国 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 也就是北伐战争的开始 最初也是为了鼓舞士气 革命军人根据雅克兄弟的旋律 重新填词 写出了国民革命歌 这么唱的啊 大刀烈枪 大刀烈枪 出军发 出军发 国民革命成功 国民革命成功 其还唱 其还唱 这个在刚播完不久的电视剧 热血军其中唱过这首歌 大刀烈枪 由于国民革命歌的缠唱度极高 影响率巨大 1927年的7月1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宣布 暂时定为国歌 后来日本人炸死 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 张学良东北意志等事件之后 北伐结束 原歌词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形式 这才取消了国民革命歌的国歌地位 后来啊 国民革命歌又被改成了 打倒老奖 土地革命歌等系列神曲 后者啊 在老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唱过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版本 是蒋经国 在1943年演唱的 更有人认为 两只老虎含有讽刺味道 缺耳朵和少尾巴的老虎 分别暗指当时的 美苏两国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